一般外界對烏讀教 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 最近有一個展 他要破除這樣的成見 上個世紀 非洲被歐洲國家殖民的時候 海地黑人被迫離開家鄉 甚至被強制改信仰 歐洲的宗教 他們原有的信仰 烏讀教遭到嚴重的污名化 而海地黑人因此將烏讀教 藏在天主教的儀式之下 透過音樂和舞蹈 跟他們自己的神靈溝通 用這樣的方式 將自己的宗教代代傳承下去 海地大使館特別在臺灣舉辦 海地烏讀信仰特展 要揭開神秘面紗 還他清白 隨著鼓聲起舞 舞者神情專注 每踏出一個腳步 都代表著孤獨信仰 與神靈溝通的祈福之禮 大家可能從中文字面上面 覺得它可能是巫術 可能是獨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們翻譯上面的 一個誤解 實際上面 它就跟我們認識的原住民信仰 跟薩滿教是一樣的 海地大學副校長瑞丘布瓦多明尼克特地來臺推廣傳統文化 她是海地烏讀教專家 也是當地備受敬重的女祭司 瓦多被拒絕了 每個政府 從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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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但是 杭州比以前更強 杭州是有90% 或是100%的杭州 甚至那些人承认不住 他們會做 杭州是一種泛逃 史上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共和國 以其91年海地的黑奴們 以擊鼓為訊號 争取獨立 巫毒信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起義前就是由巫毒教祭司 先舉行祈福儀式 開展當天 繼承祭司協議的多明尼克 也在會場替展覽祈福 阿姨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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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伯伯伯 阿姨伯伯伯 巫毒教的神壇上 擺放的是天主教聖母 但周圍卻擺滿色彩繽紛的 軸瓶 蠟燭 和香籤亮珠的娃娃 獨有的祭祀器物 呈現出萬物皆有靈的巫毒文化 外人看他們在拜瑪利亞 可是實際上面 他們不是在拜瑪利亞 他們可能是把某一種神靈 已經依附在這樣子的 這一個神靈的型態上面這樣 他們的儀式過程都是由 尤其是鼓來帶領的 從它開始 從它結束 然後所有神靈它要降臨的時候 它有它特殊的音樂 透過吟唱 吉鼓和其他樂器 無獨信仰的儀式 也發展成文明儀式的嘉年華會 更影響了加勒比海的音樂發展 融合非洲 美洲與歐洲文化背景 加上讀書一直的藝術表現 空運來台的海地無獨特展 要讓大家重新了解 美麗多元的無獨信仰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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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